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空畅响 四月十七点 由长春晚报税主办 重庆路火力城城办 的耳派长春我爱你 中国大学生歌诱会第二阶段演出继续进行 二十三首爱国歌曲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心声共鸣 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 最后都变成了歌手与现场观众的道合唱 本场演出在劲爆的现代舞中拉开帷舞 无论是歌曲《我的中国心》 还是《我爱你中国》 都让长阳在节日七分钟顺利朋友停下脚步 火力城一楼演出大清 很快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每首京电爱国歌曲 都深深触动了大家的内心情怀 一来阵阵合唱 祖国母亲 宁可听到两女们 用心演绎的每一首歌曲 这是我们 对您送上的最珍质的生日祝福 当歌手与力演唱到歌曲站在草原往北京时 现场气氛第一次达到了高潮 不放年纪稍长的观众 也加入到合唱队伍中 演唱结束后 立即送上阵阵掌声 随后 歌手黎锦尾基金演唱的金钟报国 再次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最高潮 现场群情激奋 不使放发出热烈的掌声 听到都清楚 作为当晚最小的观众 刚刚两岁的观众小梦想 经不过父母阻拦 快速的走到台上 被证的演唱的歌手鼓掌加油 我将孩子从小就爱听音乐 尤其是听到激扬劲爆 都智扬扬的歌曲时 都会手舞足蹈 虽然他暂时还不知道如何爱国 但长大后一定会教育他为国出力 为家争光 孩子的家长说 整场演出 在歌曲《告白气球》中圆满结束 专阵歌手乔乔的深情演绎 要这首歌曲蕴含了更多的爱国情愫 乔乔告诉记者 祖国母亲每天都在看着她的儿女们成长 就像恋人约会时的甜蜜和深情 趁着祖国母亲生日之际 就让她的儿女们来一次真情告白 那就是 我爱你 中国 为了本场演出能够圆满成功 所有歌手和舞蹈演员们 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 全身心投入到排列中 我们牺牲掉个人时间不重要 毕竟为祖国母亲献礼 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就像我在歌中唱的一样都说国很大 七十一个家 一心装满过一首称起家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歌曲国家的演唱者陈雪娇说 今日十七点 十九点 尔派长春我爱你 中国大学生歌流回第三阶段 将继续在重庆路活力程进行 届时 还会有二十三名大学生银行高歌 现唱二十三首爱国歌曲 完成六十九首爱国歌曲 献礼祖国母亲的最后听途 精彩不容错过 要说长春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 时尚的最前年地带 那无疑是重庆路活力程了 不信你看 国庆期间 除了这么多精彩活动来 活力程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 送礼活动 让我们一起欢乐同庆 享受祖国母亲盛大的生日party吧 国庆节发誓到活力程消费满一百元 即可参加满百拍活动大礼盒 小礼盒高档红酒 使用防潮电电影票 待进去拿到你手软国庆节10.5amp 10.6 Dance of Youth 街舞挑战赛 走进重庆路活力程展舞集结 期待你的到来 长春晚报记者 阳光本期编辑 立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赛